英国首相黎兹特拉斯住屋9月30日 在与英国独立财政监督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 举行会议后再次为其政府的减税计划辩护 在特拉斯和英国财政大臣跨西跨腾会见英国财政相关机构 并证实市场将不得不等到11月23日才能看到新的经济预测后 英镑再度下跌 特拉斯在英格兰南部的英国天然气学院发表讲话说 为了尽快解决生活成本危机 他的政府在OBR全面预测之前 于上周五9月23日公布了迷你预算 特拉斯和科瓦腾拒绝向政府的要求低头 拒绝公布政府增长计划和减税计划影响的早期预测 减税计划导致了本周金融市场的动荡 大臣 多个小时 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